北京时间9月13日凌晨 奥运赛季U23亚洲杯预选赛全部战罢 16支出现球队也随之出炉 中国国奥以成绩第三好的小组第二晋级 而包括东道主卡塔尔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也出现 伊朗在莫伦0比1不敌乌兹别克斯坦之后位列小组第二 最终遗憾出局 不过由于缺席了上届U23亚洲杯 中国国奥将以四档球队身份进入本届 923亚洲杯决赛圈的分组抽签 赴2024年923亚洲杯16强东道主卡塔尔 欲赛各小组同名 约旦、韩国、越南、日本、乌兹别克斯坦 伊拉克、阿联酋、泰国、澳大利亚、沙特、印尼 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 科威特、塔吉克斯坦 中国、马来西亚 U23亚洲杯在奥运年 同时还将承担奥运赛的任务 因此中国国奥拥有继续冲击奥运会的资格 U23亚洲杯的决赛将在明年的亚洲杯之后进行 卡塔尔将是东道主 而分档抽签 由于中国队缺席了上届U23亚洲杯 只能以第四档球队的身份进入 无论如何在经历了U23亚洲杯的坎坷之后 进入U23亚洲杯正赛 对于中国国奥来说必将又是一次历练的机会 虽然目前外界对于中国国奥主帅程耀东的争议不断 但在U23亚洲杯还有不到半年即将开打的情况下 换帅的可能性并不大